国人肥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卫生署公布了一项调查 结果发现男性腰围在五年内是增加了2.9公分 女性则是增加更多有3.6公分 这代表新陈代谢会不正常 而腰围越粗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机会也将会跟着增加一个警训 很多上班族工作压力大 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 平时又缺乏运动 再加上外食比例高 很容易就出现啤酒度 但小心腰围过粗 很可能就是罹患代谢症候群的警训 中央型肥胖它跟血压 血糖 血脂肪 肝功能 尿酸这些的关系 就比BMI来得重要 所以说腰围过粗是比较容易得到代谢症候群的 医师说腰围如果太大 堆积在腹部的脂肪组织就会影响新陈代谢 增加罹患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风险 而且根据国舰局调查发现 国内男性腰围平均值五年内从84.7公分增加到87.6公分 多了2.9公分 而女性则是从75.8公分暴增到79.4公分 多出了3.6公分 显示国人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此如果成年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 女性超过80公分就代表腰围过粗 国舰局建议民众少吃高油高热量食物 并搭配适当运动 这样就可以摆脱肥胖 降低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 记者来训续起风台报道 除了工作之外 有些父亲还要先兼母职 尤其家中有生病的孩子要照顾 更是辛苦 继续就来看这几位 对自己障碍的孩子 不离不弃的父亲们 开心地在爸爸身旁撒娇 并吃力地说出父亲节快乐 为了照顾这一对重度自闭 以及语言障碍的双胞胎儿子 领有兽医执照的吴正义 毅然决然辞去了兽医的工作 转而担任时间较弹性的证券营业员 因此除了工作之外 他把所有的时间与体力 都花在这一对儿子的身上 十几年来从没间断过 有什么困难 就是碰到错子 就是要爬起来就对了 没有后路就是对了 还有这一位小儿科医师王胜如 因为女儿生下来时 没有呼吸和心跳 因而造成重度的脑部伤害 王医师不仅在急救的过程中 签了无数张的病危通知单 但为了不让刚生产完的太太担心 她一个人默默承担 直到女儿稳定下来 才让家人知道当初危急的情况 从一开始她出家务病房之后到家里 她这样光卫时 一天可以吐个十几二十次 我们家里面的床单 那个沙发套 整个一天 一个礼拜可以换掉一整碟 她来洗衣的过程中 她愿意将她自己走过的路 跟她的病人分散 王医师表示因为女儿 让她改变了人生的价值观 也会主动说出自己的精力 来鼓励身旁所有的人 她觉得孩子是上天给她的一个试炼 也因为这些年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 反而更能以宽容的眼光 来看待这个世界 记者维尔与陈昌伟台北报道 照顾小孩长大很辛苦 教小孩学习求学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昨天在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 就有一场演讲 找来三位台大的高材生 分享他们的读书经验 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会议厅 被家长和国高中生做得满满满 他们全都是冲着三位台大学生 要分享读书经验而来 国中基层满分 学测也是满集分 更在推真时进入台大医学系的 黄卓毅说 做笔记真的很重要 写笔记很重要 不是把课本上面的东西复制下来 写笔记是你要把东西读进去 然后你要自己写出一份属于你自己的 然后你自己看的东西 曾是北宜乐队队长 今年要升上台大国气系三年级的蔡佳馨认为 时间管理和拟定读书计划也很重要 那尤其是如果在高中加设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那对申请学校它一些看你的履历 看你的个性都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那如何balance这两边的工作的话 其实就是先列出一个时辰表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要练习 然后由于我看到我念书的时间变少了 所以那段时间反而会就是更加的专注 更加的有精神 听着这些来自台湾最高学府顶尖学生的念书方法 有的人是点头如捣算 有的人是赶快做笔记 我觉得是计划跟时间管理 这方面我一直很缺乏 然后他刚才就有在讲说他怎么规划 所以你本来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吗 对啊 可是一直不想去面对 自己读书的毛病在哪里 大多数学生其实都知道 但问题就在于不知道如何克服又或是怎么执行 有了这些台大学生的经验谈 不少学生都说回去后要好好想想 咱们调整念书的方法 简介于吴家宝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陈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巷子里装设监视器 防范抢劫 手语的结构是 老鼠 鹿 监视器 坏人 抢 防 监视器的手语是一手伸出三根指头 放在另一手的拳头上 模仿监视器慢慢移动的样子就可以了 巷子里装设监视器 防范抢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